23日 中國新駐英會大使謝峰 英文已經因在地場盟斷以及對決人士交流互動 所美國務院的參議人一個責任稱 參與謝峰大使已經期待 同市場 進行團隊合作 將繼續致力於從中國網上 先期執照礦風負責任的網路競爭 我們中方對國會 中國新駐美國大使謝峰 已經迪美履新 大使是中美兩國溝通合作的重要橋樑和紐帶 希望美方為謝峰大使履職 提供支持和便利 中美關係對中美兩國和世界都具有重大意義 中方始終按照習近平主席提出的 相互尊重 和平共處 合作共赢的原則 看待和發展中美關係 同時堅定捍衛自身主權 安全 發展利益 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 從兩國和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出發 加強對話 管控分歧 推進合作 推動中美關係 重回健康 穩定發展的正軌 北約是一個區域性的組織 所以北約突破區域限制 向其他地區擴展 我們想說的是 亞太不歡迎集團對抗 不歡迎軍事對抗 日本在歷史問題上 有著侵略的歷史 應當在軍事安全問題上格外的慎重 切實做有利於維護地區和平穩定的事情 還有其他問題嗎 沒有其他問題的話 今天的記者會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